好 下面我们看 有限责任公司第五个问题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移 这个股权转移它包括很多情形 比如股东相互之间转让 股东对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 股东的股权被法院强制执行 以及股东死亡发生继承等等 好 下面我们就一一来看 首先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的限制 这里面就要区分 是股东相互之间转让 还是对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 如果说股东相互之间转让 我们把它叫做内部转让 是完全自由的 也就是连通知其他人都不需要 完全自由 好 为什么是自由的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在前面多次提到 它是人和兼资和性质的公司 股东相互之间有一定的人身信赖关系 如果股东相互之间转让股权 它并不会导致有其他人加入到公司 对吧 而原来这些股东之间 他们是高度信赖的 所以没关系 自由转让 好 如果说是股东 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 对外转让 那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它会涉及到股东以外的第三人加入到股东的行列 它就会打破原来这些股东 他们相互信赖这样的关系 是不是 因此公司法就规定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 应当要经过其他股东的过半数同意 大家注意啊 是其他股东而不是全体股东 是过半数而不是半数以上 比如说 甲乙饼第五五个人 他们投资设立了A有限账公司 好 如果甲 他出资十万块钱 现在他要把自己出资形成的股权 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 张三 根据规定 他要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也就是一顶丁五四个人 至少要几个人同意 三个人同意才可以 两个人都不行 好 这是一个基本规则 转让的股东 为了争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就要求 转让股东应当以书面 或其他能够确认收息的合理方式 征求意见 比如说 甲可以给乙丙丁五写信 说我要把我的股权转让给张三 以多少钱 你们同不同意 这是书面的方式 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息的合理方式 比如说 甲召集乙丁五 我们开个股东会 我现在要宣布 我准备把我的股权作价多少转让给张三 看看你们同不同意 考虑一下 这就是其他能够确认收息的合理方式 好 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 满三十日没有答复的 视为同意转让 大家注意 是视为同意 而不是视为拒绝 为什么 因为公司法的这个规则 它是为了维护 原来股东相互之间有一种人生性的关系 但是不是禁止股东转让他的股权 因为股权 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财产权 对不对 所以呢 给其他的股东一个考虑的时间 但如果说你接到书面通知 满三十天不答复 那就视为同意 如果其他股东 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 半数以上都不同意 说明就没有争得 其他股东的过半数同意 对不对 那么后面的规则很有意思 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 不购买的视为同意 也就是假问他们 你同意吗 他们说我不同意 那你买吗 不买 不买就视为同意 这个规则是不是很有意思 其实这个规定 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 其他股东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所以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 在同等条件下 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它的根本目的 不是为了禁止股东对外转让他的股权 而是为了保护其他股东 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好 这就是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 内部转让完全自由 对外转让应该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通过 好 关键问题是 大家得注意 转让的股东要通知 对吧 其他股东接到书面通知 满30天不打付 就视为同意 好 如果说其他股东不同意 应该购买 不购买的 视为同意 而这个规则 我们说了 归根结底 主要是为了保护其他股东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因为原来这些股东相互之间是信赖的 需要注意的是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如果另有规定的 那就从其规定 什么意思 就是公司章程可以对股权转让设置更为严格的条件 比如说 章程当中可以规定 内部转让也需要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没问题 因为公司章程 大家知道 有限这种公司的章程是全体股东制定的 既然你愿意这么定 那你就遵守这个规则 好 下面我们看 为了保护其他股东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司法解释进行了一个大篇幅的解释 具体的内容 首先 其他股东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是有前提条件的 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 是股东对外转让他的股权 也就是股东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 这就意味着 如果自然股东因为继承而发生变化 其他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 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 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 所以这是前提对外转让 好 下面我们看 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一定是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而法院在判断是否属于同等条件的时候 应当综合考虑 转让股权的数量 价格 支付方式 及支付期限 等等因素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甲银银木 他们各投资 比如10万块钱 办了有限这种公司 好 现在甲把这10万块钱的出资 形成的股权 假如A公司是赚钱的 坐价多少 20万转让给股东以外的张三 好 结果 以提出来说 我要买 但是 以呢 他说我只买你一半的股权 这就不叫做同等条件 对不对 因为人家一次性的要全部转让出去 或者 以提出来说 我要买你全部的股权 但是我只出19万8 那也不行 这也不叫同等条件 或者假卖给张三 一共20万 张三是一次性付款 但是呢 以提出来说 我也以20万的价格购买 但是我要分期付款 那也不叫做同等条件 因此 其他股东 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一定是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好 再看 其他股东 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形式是有期限限制的 不能说 人家的股权转让 都转让完了10年了 你才主张合理吗 肯定不合理 所以 这个形式的期限 应该如何确定 按照以下顺序 第一 公司张成有规定的 按张成规定 比如 甲乙秉丁物 各投资10万块钱 办了有限赠公司 A公司 如果A公司的张成明确规定 其他股东 要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应该在15日内行使 没问题 应该在两个月内行使 也没问题 三个月内行使 也没有问题 这就是公司张成有规定 那就按张成规定处理 好 再看 第二 公司张成没有规定行使期间 或者规定不明确 就按照通知当中所确定的期间 比如 A公司的张成没有规定说 股东对外转让的时候 其他股东要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应该在多长时间行使 好 假通知以柄定悟 在通知当中 在明了 说我现在要把我的股权作价20万卖给张三 如果你们要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请在45日内行使 没问题 就按照通知当中在明的期限 假如通知当中所确定的期间短于30日 或者是通知也没有明确行使期间的 那就按30日处理 比如 A公司的张成没有规定 假通知以柄定悟 只告诉他们同等条件 没有确定该优先购买权行使的期限 好 或者是跟他们讲 如果你们要购买 给你20天的时间行使优先购买权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属于通知当中所确定的期间短于30日 或者没有明确行使期间 那就按照30日处理 好 所以顺序就出来了 同学们 其他股东要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这个行使的期限 第一 按公司张成的规定处理 第二 张成没有规定 按通知当中载民的期限处理 第三 如果通知当中载民的期限短于30日 或者说没有载民期限 那就按照30日处理 好 讲到这儿 给大家回顾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讲到利润分配的时间 大家有没有印象 公司如果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配利润 应该在多长时间之内分配呢 第一就是该决议当中载民的期限 好 如果说决议当中没有载民期限 那就按照公司张成规定的利润分配时间 好 如果说公司张成也没有规定 那就是决议做出之日期多长时间 一年 当然如果说决议载民的时间超过了一年 那也应该按照最长一年处理 好 最后就是 如果决议载民的期限超过了公司张成规定的期限 大家应该还记得 这是非常典型的 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违反公司张成 股东是有权利诉请撤销 该决议当中关于该分配期限的内容的 好 下面我们看 如果其他股东 二人以上都主张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有如何行使呢 比如说 甲乙饼零物五个人各出资十万块钱 办了A有限资议公司 现在甲把自己的股权作价二十万 卖给股东以外的张三 然后乙饼都主张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应当如何确定 首先协商确定 你俩相互之间是有人身性量关系的 对不对 所以好兄弟先商量 当然如果商量不成 那就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 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因为在本案当中 他们都出资十万块钱 所以协商不成 按照一比一的比例 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每人买一半 好 下面我们看 如果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 又如何救济 大家想 他的优先购买权受到了侵害 说明他没能够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所以结果无非就有两种 一种就是 再让他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要么就是不能行使优先购买权了 那就赔偿位 所以下面我们看 如果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 可以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的股权 但是必须在以下时间内主张 多长时间内 知道或应当知道同等条件之日起 三十日内 最长不能够超过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一年 比如说 假把自己的股权作价二十万 卖给股东以外的张三 好 什么时候转让的 我们假定他在2021年的3月1号 当天转让 而且当天就去办理了股东的变更登记 有同学可能会说 这个股东要变更登记的话 那别人不知道吗 大家想想 如果要干这事极有可能 假 他就伪造了 仪秉丁雾 同意转让 以及放弃优先购买权 这样的文书 对吧 然后呢 跑去办理了变更登记 因为我们在前面讲了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他是公司的登记事项了 所以股权转让 是要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 好 这一天 办理完了 仪秉丁雾 极有可能都不知道 于是他们的优先购买权 不就受到了侵害吗 什么时候知道的 比如2021年的6月1号 怎么知道的呢 开一个临时股东会 发现来的人不是假 而是张三 这个时候张三讲 你看 我现在是股东 好 这个时候 如果以还想要主张 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可不可以 没问题 从他知道或应当知道 同等条件之日起30日内 也就是说 他在7月1号之前 还可以要求行使 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让张三把这个股权给自己 好 最长不能够超过股权变更登记 之日起一年 也就意味着 如果假在这一天 把股权变更登记给了张三 而一并定悟 什么时候才知道的 比如2022年的4月1号 才知道的 还能够行使 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吗 当然就不可以了 为啥 虽然说法律要保护 其他股东 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但是同时 咱们也要维护一个交易的稳定 对吧 既然已经转让了 变更登记了 一年了 那么我们还得维护一个公司经营管理的稳定 所以这两个时间 大家要注意 要同时满足 好 再看 第二 如果其他股东不主张购买 仅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 以及股权变动效力 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比如说 假在2021年的3月1号 把股权转让给张三 而且偷偷的变个登记了 好 他俩极有可能是串通好的 说我们不讲 就是不让其他人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那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 对吧 后来乙知道了 比如6月1号知道的 但是呢 乙他仅向法院起诉 我要求确认他俩之间股权转让合同 无效 大家想想 这个时候 从法院的角度 作为其他的股东 你所行使的只能够是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对不对 所以法院是不支持的 简单的讲 你要么同意 要么购买 所以如果你不主张买 仅仅是要求宣告合同无效 法院不支持 好 但是 其他股东 非因自身原因 导致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等 可以要求损害赔偿 比如说 假 为了防止其他人行使优先购买权 于是把他们抓起来 关起来 好 于是这几个人都不知道 假把股权转让出去了 等到变更登记一年之后才知道 这就是非因自身原因 导致其他股东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 所以他们可以要求假赔偿损失 好 这是为了保护其他股东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司法解释可以说是做了一个全面的解释 下面我们看 关于有限这种公司股权转移的第二个问题 股权的强制执行跟股权的继承 首先我们看 关于股权的强制执行 法院强制执行股权 应当通知公司级全体股东 注意啊 要通知到公司级全体股东 其他股东照样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只不过这个优先购买权行使的期限要短一点 其他股东 自人民法院通知之日期 满20日 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 那就视为放弃了 所以他跟我们前面讲到的 如果说收到通知满30天不做答复 那就视为统一不一样 对吧 在股权强制执行的情况下 优先购买权行使的期限只有20天 为什么呢 因为执行难呢 所以在法院强制执行的时候 我们给其他股东的时间就短一点 要提高执行的效率 好 下面我们看 关于股权的继承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自然股东在死亡之后 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 除非公司章程 另有规定 说明自然股东的资格是可以当然继承的 除非公司章程 另有规定 好 这个时候可能就有同学有疑问 说老师 那如果这个继承人 他是一个无行为能力 限制行为能力人呢 有关系吗 没关系 同学们 为什么 因为 可以由他的法定代理人 代理他行使股权呢 好 这就是股权的强制执行 跟继承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19年这个单选题 假有限制人公司 章程规定 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间 是收到书面转让通知之日期60日 股东赵某 你对外转让股权 并书面通知其他股东 预行使优先购买权者 请自收到通知之日期20日内提出 根据公司法律制度规定 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间 我们在前面总结了 那个顺序 首先是什么 章程规定 然后才是通知载明的期限 如果通知没有载明 或者载明的期限短于30 那就按30 因此在答案当中 章程规定了 收到转让通知60 那就是收到转让通知60 所以A选项 自收到赵某书面通知之日期20 这是错误的 B 自收到赵某书面通知之日期80 这是怎么算来的 两个加起来是吧 C 自收到赵某书面通知之日期30 这是错误的 D 自收到赵某书面通知之日期60 这是正确的 所以正确答案应当选定 好再看 这个理题单选题 某有限账人公司 有甲 乙 饼 三名股东 因甲无法偿还个人到期债务 人民法院 拟一强制执行程序 便能其股权偿债 根据公司法的制度规定 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这就是法院强制执行股权 我们说了 要通知到公司及全体股东 其他股东 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但是呢 优先购买权行事的期限只有20天 好 A选项 人民法院应当争得 一定同意 一定在同等条件下 有优先购买权 是要争得他们同意吗 当然不是 B 人民法院应当通知 宜丙 宜丙在同等条件下 有优先购买权 这个选项为什么错误 因为要通知到公司及全体股东 而不是说 只需要通知其他股东就可以了 所以 C选项 人民法院应当争得公司及宜丙同意 宜丙在同等条件下 有优先购买权 这是错误的 B 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公司及全体股东 以并在同等条件下 有优先购买权 这就对了 所以这个题 正确答案应当选递 好 再看这个例题 单选题 这是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对外转让 要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已同意了 而丁呢 接到书面通知 三式没有答复 事为同意 所以三个人当中有两个人同意 过半数 可以转让 好 再看 B 若以的股权被法院强制执行 法院在执行前 只需要通知公司 无需通知甲秉丁 这是错误的 要通知到公司及全体股东 C 若丙的出自物未履行完毕 就将股权转让给知情的庚 则公司有权要求丙 继继续履行出自义务 且有权要求庚 对此承担 连带责任 这是正确的 出资不足 就转让股权的 原则上我们说 应该由原股东补足 而受让人知情的 要为此承担 连带责任 好 再看 若丁死亡 其妻是唯一合法继承人 则丁妻可以继承股东资格 这是正确的 在公司当成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 作为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资格是可以当然继承的 因此这个题 我们选错误的 那就应该选B 好 下面我们看 关于一股二脉的处理规则 这个大家了解即可 首先了解一下 一股二脉是怎么发生的 就是股东在转让股权之后 没有及时的给售二人 办理变革能计 然后他又把名下的股权 卖给了第三人 比如说A公司 原来有一个股东 张三这个人 好 他把股权 卖给售二人假 我们假定 其他股东都同意了 好 假呢 也给了钱了 只剩下一步 就是到公司登记机关 去办理变更登记 因为有现在的公司 股东 他是公司的登记事项 好 因为没有办理变更登记 所以可以想见 公司登记机关 登记的股东 仍然是张三 这个公司股东名册上 还是张三 于是张三干了一件事情 把自己名下的股权 又卖给了第三人乙 好 下面的问题就是 假能不能够把这个股权要回来 大家想 能不能要回来 关键看 以够不够成什么 善意取得 所以其结果 如果第三人不够成善意取得 原股东 处分股权的行为 是无效的 受让人 当然可以获得股权 也就是说 以明明之道 这个股权已经转让给假了 只是没有办理 变个能计而已 他仍然受让 那说明 他是知情的 就不是善意的 此时 假是可以有权 要求乙 把这个股权 给自己的 好 第二种结果 如果第三人构成 善意取得 也就是 以完全满足 善意取得的要件 从他的角度 他并不知道 股权已经转让给假 所以他是善意不知情的 然后他支付了合理的对价 然后呢 张三还给这个乙 办理了变个能计 在这种情况下 乙完全构成善意取得 因此 受让人 他要求把这个股权给自己 那就不可能了 可以要求原股东承担 赔偿责任 也就是要求张三 你赔偿我的损失 并有权要求 对此有过错的懂事 高管实际控制的 承担相应的责任 比如说 所有的这些个董事啊 高管的实际控制 都知道张三跟假之间的交易 但是 后来张三把这个股权卖给已 他们仍然去干啥呢 签了同意 申请公司的相关 比如股东 变个登记 说明他们就有过错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第一个受让人假 有权利要求 有过错的 懂事高管实际控制 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如果受让人自己 对没有及时办理变更登记 也有过错的 可以适当的减轻 上述懂事高管实际控制的责任 比如说 有一个高管 喊假 说赶紧的 你去办理那个变更登记吧 我们所有的文件都给你准备好了 假说不着急 慢慢来 指不定后面我就不要了呢 可能假自己开玩笑的 对吧 但是呢 对方不这样理解啊 好 于是导致后来 张三卖给了乙 那说明假自己 也是有过错的 既然你也有过错 那就可以适当的减轻 上述 懂事高管实际控制的责任 这就是一股二脉 大家了解即可 好 下面我们看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 第四个问题 股权的回购 这个内容在考试当中是比较重要的 大家要注意把握 首先要理解 什么叫股权回购 它指的是 公司在成立之后 掏钱 把股东手上的股权买回来 或者反过来 股东要求公司掏钱 把自己的股权买回去 退钱给自己 大家想 公司能够随便回购自己的股权吗 那是不可以的 如果允许股东随便退股的话 大家想 今天走两个 明天走三个 到了后天全没了 这对债权来讲 是非常不利 非常不公平的 是不是 所以公司不可以随意回购自己的股权 股东也不可以随便就退股 除非有法定特殊的情形 那下面我们看 这个法定特殊情形有哪些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有限在公司股东 在股东会上 对以下决议投了反对票的 可以请求公司 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对哪些事项投反对票呢 三种事项 第一种 公司连续五年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 并且符合法律规定的 分配利润条件 也就是说 公司连续五年盈利 也符合利润分配条件 但是就是度分利润 大家想 股东投资办公司 为了什么 两个字赚钱 比如我们办公司 好 拉张三进来 张三拿什么钱投的 本来这个钱 他准备跟女朋友一起买赚戒 结婚 我们跟他讲 张三 你过来投资 我们这个公司成长性很好的 将来你赚更多的钱 可以买更大的赚戒 张三想 你有道理 于是跟女朋友商量了 过来投资 第一年就赚钱了 而且赚的钱 确实比他投的更多 很赚钱 这个时候张三要求分利润 我们跟他讲 张三 你一点发展的眼光都没有 我们现在不分利润 我们要把公司做大做强 这样的话 将来你就有更多的钱 买更大的赚戒了 张三想 好嘛 于是等啊等啊 等了五年 这个时候张三过来找我们 我要求分利润 我们说再等等呗 不行 我女朋友孩子三岁了 但是不是我的 为啥呢 因为没有钱跟他结婚嘛 所以他找别人结婚了 为了防止我现在的女朋友 将来孩子三岁的时候 又不是我的 所以我要求 退股 请你按照合理的价格 把我的股权买回去 好 这就是公司连续五年盈利 符合利润分配条件 但是连续五年不分配利润 股东忍无可忍 可以要求退股 再看第二 公司合并分利 转让主要财产的 如果股东投反对票 也可以要求公司回购 比如说 张三反对我们公司 跟另一个公司合并 为啥呢 因为那个公司里面 就有他那个前女友 我不愿意跟他见面 对吧 我反对 好 如果他投反对票 可以 要求退股 再看 公司分利 我们公司要分成两个公司 张三不愿意了 为啥呢 因为他喜欢做一个大公司的股东的那种感觉 分利之后 小了 我不愿意 投反对票 可以要求回购 以及公司转让主要财产的 比如说 我们把公司的一个主要的生产线卖掉了 大家可以想见 这样的话 该公司将来 盈利如何 不得而知 所以呢 张三不干了 可以要求公司回购 好 在这一条当中 要特别注意 有现在的公司股东 在股东会上 对公司合并分利 转让主要财产 投了反对票的 都可以要求回购 而后面 我们讲到 股份公司的时候 股东要求回购 只能够是针对股东大会上 对公司合并分利 投反对票的 不包括转让主要财产 而在考试的时候 是经常出现的 好 再看 第三种 是公司章程规定的 营业期限届满 或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时有出现 股东会会议 通过决议 修改公司章程 使得公司继续存续 比如说 我们一起办公司 公司经营期限 本来是十年 好 现在到期了 我想着 人总要有一点梦想 这个公司现在不经营了 我要周游哪呢 目标也不要太大 周游一下北京的西城区吧 结果 我过来开股东会 你们跟我讲 王老师 我们这个公司办的还不错 我们准备 修改公司章程 把营业期限 改成五十年 我一算五十年 那基本上 不要说北京的西城区了 是吧 我估计 就天安能广场 我可能也无法周游了 所以我不干 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 有权利要求公司 回购我的股权 好 大家看哦 有现在的公司 在股东会上 对三类事项 投反对票的 有权利要求回购 第一 公司连续五年引力 符合利润分配条件 但是连续五年 不分利润 第二 公司合并 分利转让主要财产的 再有第三 公司章程规定的 营业期限界满 或其他解散 是有出现 但是呢 股东会决议 通过修改章程 使得公司继续存续的 投反对票 才可以要求回购 一般来讲 大家想想 这个投反对票的 多半都是 大股东还是小股东 小股东 为啥呢 因为大股东 他需要通过投反对票 要求公司回购吗 不需要 他自己在里面投票 基本上就可以决定 公司的重大事项 是不是 好 下面我们看 关于股东要求回购 回购的基本程序 第一步 先协商 所以 自决意通过之日期 六十日内 股东可以跟公司 协议回购 能商量的 大家好 商量 注意这个六十天的时间 在考试当中 是出现过的 假如说 协商不成 怎么办 那就诉讼 股东可以自决意 通过之日期 九十日内 向法院 提起诉讼 要求公司 以合理的价格 回购自己的股权 注意 不是协商不成 九十日 而是决意通过之日期 九十日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 18年这个单选题 某有限资人公司股东 甲乙丙 持股比例 分别为 百分之九 百分之九 和百分之八十二 公司没有设监事会 已任监事 丙任执行董事 甲发现 丙将公司资产 擅自低于市价 转让给丙期 严重损害了公司利益 所以书面请求 以 因为公司没有设监事会 以事监事 所以他书面请求 以对丙提起诉讼 没有问题的 但是以碍于情面 没有提起诉讼 甲的下列行为中 符合公司法律制度 规定的是 A 以自己的名义 对丙提起诉讼 要求起赔偿公司的损失 可不可以 没问题 这就是股东代表诉讼 好 首先 有限资论公司 全体股东 都有代表诉讼的资格 第二就是 他已经履行了 钳制程序 书面请求了监事 对该董事提起诉讼 但是监事 他没有起诉 好 再看 B 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 要求比恩 对相关事项 做出说明 假他的持股比例 只有多少 9% 我们要求 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 必须要达到 1% 深知 意义上 表决权的股东 说明 他没有达到比例 无权请求 C 请求公司以合理价格 收购其股权 从而退出公司 这属于我们刚才讲的 在股东会上 投了反对票的吗 当然不是 再看 D 以公司监督机构失灵 公司和股东力 受到严重损害为由 请求人民法院 解散公司 这个选项 是错误的 我们在后面 讲到公司的司法解散 大家会看到 首先 这不属于公司司法解散的事由 再有 股东要提起司法解散之诉 我们要求 他在公司当中的持股比例 要达到10% 所以这个题 唯一正确的就是A选项 好 下面我们看 有限公司的最后一个问题 有限这种公司 转变为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三点 第一 这属于股东会的 特别表决事项 股东会的特别表决事项 三项 增减注册资本 修改公司章程 公司合并分立解散 变更公司形式 所以有限公司转变为股份公司 是非常典型的变更公司形式 要股东会特别表决 有限公司要求 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才能够通过 好 再看 第二 折合的实收股份总额 不得高于公司的净资产 也就是这个股份公司 他登记的实收股份总额 是以他的净资产为限 如果超过这个数字的话 大家想 这个公司他就需增资本了 对吧 好 再有第三 变更后的公司 要成绩原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 原来这个有限公司 他所产生的负债 他所享有的债权 都由变更后的公司来成绩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再一个例题 多选题 假有限资产公司 你变更为以股份有限公司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A 假公司应当召开股东会 并获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这显然是错误的 B 假公司在变更为以公司时 不得增加注册资本 这是错误的 变更的同时增资没问题 C 假公司在变更为以公司时 折合的股份总额 不得高于公司的净资产额 这是正确的 D 以公司必须承担 假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 这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题 正确的案应该选C和D 好 讲到这里 给大家留一个课后的作业 公司法必做的案例 因为公司法向来喜欢 跟证券法结合在一起 考一个大的案例 这个案例 那可真的叫蝶血双雄啊 考得很多人吐血 所以课后 大家回去认真地做一做 英式指南 232页 案例分析体一 这个案例分析体 主要是考察 有限资产公司 跟公司法概述部分的 相关内容 还是那个要求 有时间 一定要写下来 没有时间 哪怕是说 也一定要说一遍 千万不要看一下 嗯 我会了 就过了 好 讲到这里 有限资产公司 这一节 就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首先讲了 有限公司的设立 设立的方式 只能够采取 发起设立 而设立的基本条件 人财物都要有 首先股东人数 1到50人 然后股东的出资 出资方式 就包括了 现金 实物 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权 以及其他 可以评估作家 并且依法可以转让的 财产权利 好 作为有限公司 因为它设立的方式 只能是发起设立 所以股东的出资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可以一次较轻 也可以分期较付 下面 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 三会 分别是 股东会 董事会 监事会 但如果说 有限公司规模较小 人数较少的 它是可以不设董事会的 设一名执行董事就可以了 也可以不设监事会 设一到两名监事就可以了 好 其中 股东会 是公司的权利机构 董事会 是公司的决策和执行机构 监事会 是监督机构 针对股东会 大家要注意 它的特别表决事项 三项 第一 增减注册资本 第二 修改公司章程 第三 公司合并 分立 解散 变更 公司形式 针对股东会的职权 跟董事会的职权 大家要注意区分 股东会可以决定 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而董事会决定的是 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然后 股东会 它可以决定 非职工代表出任的 董事和监事的人选及报酬 针对董事会 大家要注意 它的职权范围当中 要重点把握能够决定的事项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能够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之外 它还可以决定 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然后高管的人选及报酬 以及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公司的监事会是监督机构 所以它的职权 五个词 一句话 检查 监督 提议 提案 诉讼 然后我们讲了关于一人公司 一人公司 它是一个特殊的有限责任公司 它的股东人数只有一个人 所以可以是一个自然人 也可以是一个法人出资 而一个自然人投资办一人公司 它只能够设立一个一人公司 该一人公司也不可以再投资 设立其他的一人公司 针对一人公司 还有其他的特别管理的事项 比如说一定要经过年末的强制外部审计 再有就是一人公司 它是不设立股东会的 而这个股东在做出决定的时候 应当要输灭决定 而且还要签字制备于公司 最后一人公司的股东 如果不能够证明自己的财产 跟公司的财产是独立的 那么他就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然后我们讲了另一种特殊的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 那么其中 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的实项 大家应该有印象 就是除了公司 股东会特别表决的事项之外 我们还要再加上什么 发行公司债券 好 对于公司的组织机构当中 要有职工代表的 那么其中 董事会 只有国有独资公司 和两个以上 国有投资主体 投资设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才要求 董事会要有职工代表 其他的公司没有要求 而公司的监视会 但凡是公司设监视会的里面 一定要有职工代表 而且他的比例 是不得低于三分之一 好 然后我们讲了 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转移的相关规则 首先 股东内部相互之间 转让股权是自由的 而如果股东 要对股东以外的第三人 转让股权 那就应当经过 其他股东的过半数通过 为了征得其他股东 过半数通过 转让的股东 应当采用书面 或者是其他合理的方式 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 好 其他股东 如果收到书面通知 三十 未做任何表示 就视为同意 而不同意的 应当购买 不购买的 视为同意 所以主要是保护 其他股东 在同等条件下的 优先购买权 好 然后关于股权的强制执行 应当要通知公司 及全体股东 作为其他股东 他可以行使 同等条件下的 优先购买权 而这个优先购买权 行使的期限 只有20天 作为有限公司 股东的资格 原则上是可以 当然继承的 除非公司章程 另有规定 而股权回购的 法定情形 主要是 股东在股东会上 对公司的三种决议 投了反对票的 那么他可以要求公司 以合理的价格 回购自己的股权 好 具体而言 哪三种情形 第一种呢 就是公司连续五年盈利 符合利润分配条件 但是呢 都做出不分配利润的决议 第二就是公司合并分立 转让主要财产的 再有第三 就是公司的经营期限 届满 或者其他解散室友出现 但是呢 公司股东会 做出决议 修改公司章程 使得公司继续存续的 在股东会上 投了反对票的股东 可以要求回购 最后 公司形态的变更 有限责任公司 转变为股份 有限公司 三点 第一 它是股东会的 特别表决事项 第二就是 折合的实收股本总额 不能够超过公司的 金融资产 再有第三 就是转变前公司的 债权债务应当有 转变后的公司来成绩